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Ultimate 歡迎回來飢餓龍 今天呢 這一集 各位看到這個畫面了吧 大家就知道 老頭呢 利用了這個German 把我們這隻電龍呢 升級到最終形態了 然後呢 有沒有眼尖的觀眾們有發現 老頭這一次呢 用的不是模擬器玩 而是用我的手機 為什麼現在老頭用手機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夜神模擬器呢 沒有辦法再用那個錄影軟體擷取了 逼不得已 老頭只好使用這種方法做錄影 那這個畫面比例可能會稍微有點奇怪 那應該是不會 大致上應該是不會差太多啦 大家應該是能夠試一把 只是就現在是變成說沒有滑鼠而已 其實應該也沒差太多少啦 好不好 這是閒話家常 那我們這一次呢 把我們電龍已經升到滿等了 老頭花了算是一點點錢 把我們這個電龍升到滿等之後呢 他多了一些特殊能力 像是這個電光 電光會怎樣 彈射到 等一下喔 電光射程會怎樣 電光射會彈到射程內的另外一個敵人身上 以及就是呢 電光射命中時有機會爆炸並擊中多個敵人 再來就是這一招 這招真的超好用的 電光射會彈到射程內的其他三個敵人身上 我跟你講這一隻真的是一隻作弊的存在 老頭把他練滿之後呢 就有跑去玩 真的是很變態 就根本就是玩虐這張地圖阿 其實說真的 這一隻阿 你把他練滿了 其他龍根本不用玩 就只要玩這一隻就好了 說真的 就只要玩這一隻就好了 然後呢 這一隻機械獸呢 老頭也差不多快要滿等了喔 沒有意外的話 下一集應該很快就會出來了 老頭呢 這一隻就差50個金色蛋殼碎片 我們就可以把他升到XL 這時候呢 我們下一集 不是這時候 是下一集之後呢 就可以玩這一隻 給大家看一下 機械獸的最終形態是什麼 那麼我們今天這一集主要的主題就是這一隻齁 就是電龍的最終形態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電龍最終形態 到底 是什麼樣子 雖然老頭已經看過了 但是你們沒有看過 老頭呢 特別為了你們 花了一些錢 讓你們看一下電龍最終形態 還有三條尾巴有沒有看見 三條尾巴有沒有 我稍微裝備一下齁 呃 我看一下要把他裝什麼齁 呃 推土機破牆的不用了 因為我們已經可以XL最終形態了 我們看一下可以加一些什麼東西之類的啊 呃 生命加10%嗎 其實也不太需要欸 我倒覺得速度蠻重要的 衝刺加10好了啦 哇 其實我覺得速度是蠻重要的 以及能量也蠻重要的 得分其實還好啦 我覺得 金幣 金幣其實說真的 現在到了這個版本齁 金幣已經更不重要了 因為我還真不知道現在金幣到底能幹嘛 因為他全部都要 都要金色彈殼啊 好啦 金幣可以買以前恐龍的造型 好不好 好 這可以理解 好不好 好啦 我們直接玩了 不多說了 好 這還有一些挑戰 沒關係 我們就先不要 暫時不要管挑戰了 就先來玩 好 那你們看一下還可以XL的 喔 有沒有看見 記憶魔的大隻 有沒有 這根本就是一個逆天的存在 確認無誤了 真的很狂 那時候再玩的時候心裡想說 哇賽 這樣子還得 還需要認真玩嗎 不用啊 你就把他練滿就 你就最強了啊 有沒有 只要他經過的任何一個敵人 絕對被電給電死 而且電一隻就算了 一隻還會擴散三隻 被電到的還會爆炸 又會造成周圍的敵人產生爆炸 被爆炸傷害到 一個連鎖效應 你看現在那種 連那種巨人 根本就不用跟他對質啊 你就衝過去 眼睛撇一下 就去了 對不對 他還沒正眼看你 他就連自己怎麼掛都不知道了 羽木魚 烈焰奔騰 烈焰奔騰 烈焰奔騰更加的殘忍 殘忍自己 這個龍圓夢在裡面 我們試著轉出來 來來來 齁 我覺得拉 依照現在這個狀態 應該說這個更新的模式 不會只有這兩隻龍而已 我敢打保證 我敢打保證 絕對不會只有這兩隻龍而已 後面一定還會有更多 然後被炸一下他媽超痛 因為他都已經把這個設定成這樣已經設定好了 就是要用金色蛋殼拿去消化這些 這些就是多餘的金色蛋殼然後拿去強化這些恐龍 想必之後一定會開發更多類似新的恐龍 然後把他加入進來 然後都是要用金色蛋殼強化 對不對 阿不然 不然勒 不然他這樣子這麼做是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新的鑽頭 要逼你去抽蛋阿 抽到重複的蛋可以換一隻金色 可以換10片金色蛋殼阿 對不對 因為你在抽蛋的時候如果抽到普通的寵物 重複的可以換10片金色蛋殼 如果抽到稀有的重複可以換50片 然後就進而這樣子去消耗掉你的金色蛋殼 以前早期是金色蛋殼可以拿來換傳說蟲阿 好像是50片的樣子吧 而且以前 以前金色蛋殼很難取得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變得超級容易了 反正就是這樣設計阿 他們想要賺更多的錢 賺好賺滿 有沒有 賺好賺滿 我好像把我們那個誰給弄死 我記得這邊有一隻飢餓殺的隱藏 隱藏魚 什麼媽媽的我忘記了 我記得我們上次好像 在玩的時候有遇到嘛對不對 好像有遇到的樣子吧 那我也忘記了 反正這邊有一隻就對了阿 這算是彩蛋阿 也不算是隱藏魚阿 就是他的前作嘛 他的前作是飢餓殺阿 現在這個做叫飢餓龍阿 會不會哪一天 出了一隻新的叫飢餓羊 什麼都吃 對不對 什麼惡魔山羊之類的 哈哈 這也有可能阿 不然出什麼飢餓馬 飢餓老頭 老頭十年沒有吃飯了 現在看到什麼都想吃 到底還有什麼題材可以拿來拍飢餓系列阿 這我就不清楚了 想像力就是你的創造力 發揮你想像力 你覺得之後下一個系列會出什麼 飢餓豬 你有沒有看到豬狼吞虎咽狂誇有沒有 然後呢其實老頭還非常的希望呢 這個系列阿 應該是說這個飢餓龍系列可以出在PS4版本上面阿 我希望他可以以一個更高清的畫質呈現 而且畢竟飢餓龍 應該說畢竟出在PS4上面的話呢 他是買斷製的 就只是需要花時間龍而已 不會像現在你出手機版本 我的天阿 課金課的要死 說真的老頭在這款遊戲上面 說真的也花了差不多快上萬塊了吧 應該也有上萬有了吧 對啊真的有上萬塊左右了阿 其實 總共來講也是想要說 把一些 有趣的畫面分享給各位阿 對啊 阿另一方面又覺得說 大家這麼想看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 其實想說這個流量也不錯 現實層面來說的確是阿 這個飢餓龍的流量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好不好不要說老頭現實 對不對 在社會上立足誰不現實 難道你是大愛人士嗎 你要不要乾脆把你的錢給我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講一句實在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就因為這樣子 老頭才願意 花錢 投資這款遊戲 其實一方面老頭也蠻喜歡這款的啦 說真的 二方面就是 能夠投資阿 誒說真的 有些觀眾會跟我講說 阿老頭怎麼不玩那一款遊戲 你也知道嘛 我不是做慈善的嘛 你要我玩那一款 你也是要想一下 這對我有什麼幫助嘛 再來就是 在於自己要不要玩中間去做很涼阿 之間去做很涼阿 你怎麼不可能都玩你想看的 然後老頭吃大便了吧 阿賈賽吃土是不是 不是不玩 是我會去 去評斷這款遊戲 也不能 讓我 阿 不要說賺大錢 最起碼讓我吃飽喝煮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像是 講難聽一點 避寫狂殺2這款遊戲 我愛玩 但是呢 一整個反應呢 不是 不是很熱烈 然後他媽我死掉了 好喔 沒問題 一整個反應並不是非常的熱烈 那我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在它上面呢 我又賺不到錢 對不對 當然不管是誰啦 看到錢賺這麼少 托馬斯會挑 一個月的生活費什麼開銷之類的 奇怪 玩這遊戲怎麼感覺 好像變在老頭抱怨台 好吧 總而言之呢 老頭只是稍微做一個展示 那 再加上老頭近期的一些小小抱怨 這個也沒什麼啦 反正就當做一些心得分享 以及就是老頭的一些私下的一些心得 不是心得 一些私下的一些想法 告訴給各位 好不好 那今天其實蠻短的 因為說真的 就是只是想給你們看最終心態而已 下一集的話就是這一隻了啦 好不好 那各位就敬請期待 那這隻結束的話呢 我們就是開始準備等 他的更新 就這麼簡單 按部就班的走 其實老頭一直都是這樣子 從來沒有改變過 就是 有更新就完 沒有更新 我先盡可能就放著不管 對啊 不然的話說真的 硬要把內容擠出來 其實多累人啊 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今天就先到這裡結束了 好不好 感謝各位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或是去弄弄Live 玩個追隨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 機械獸 就準備要問世了 其實這隻我到現在都還沒玩過 就只有剛開始那一次而已 所以說呢 我已經把我的第一次準備要獻給你們了 不是 對 第一次 把我們這AKSL 這個AKSL版本的機械獸 第一次要獻給各位了 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次飢餓龍 再見面了 下次見 掰掰